这个桃园的部分我稍微讲一下 因为这个吴志阳看起来 就是说跟郑文燦这个对决 虽然上次这个郑文燦 算是怎么讲 就是说输的光彩 可是这一次呢 感觉上就是说蛮笃定 就认为说吴志阳应该还蛮有起色 那这个跟吴伯公 就是跟伯公在背后的一个支持 是有关系 你看到这个上面简讯 就是之前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讨论 然后讨论到这个吴志阳 就说买不起你不要买 就是他公布了一些 桃园的整个地产的状况 那我们不是也提到一些 这个吴家在美国的这个银行 那其实后来吴志刚 也就是说现在在选台北市议员的吴志刚 就传了一个简讯 告诉这个也在现场的许家清 就希望说伯公最近身体不好 希望他能够高台贵手 那同一天我相信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也有接到一个来电 就是其实伯公现在的态度 非常非常的怎么讲 就是说其实他面对所有的批判 他都只有用比较低调 然后呢比较这个 算是委婉的说 拜托高台贵手 他身体真的不好 对他身体真的不好 那总部出来还好 吴志刚的总部他有去 我觉得他握手打招呼也 站了一个小时了 他之前好几次就是轻微中风住院 因为在荣总还有很多朋友说要去看他 那所以你看面对的批评 面对这些攻击的时候 其实他也不会想去解释说 有这个美国的银行到底如何 然后呢这个吴志刚到底他的这个 金智尊的珠宝到底如何 我相信他不想解释 他认为说OK那就顺其自然 拜托大家高台贵手 因为我相信很多 只要提到吴志阳的问题的人 你大概都会接到这样的一个关心 我没有介绍 博公我跟你讲 他们不会高台贵手的 因为每个专业不能高台贵手 不是啊你一直讲吴志刚 我们来看看这个最新的未来事件交易所的其他民调 另外我们来看看 这个新竹市许明才是领先的大概15个百分点 新竹县邱静纯大概是领先了2.8个百分点 苗栗的徐耀昌大概赢了27个百分点 张罗县的林苍敏跟卫明股几乎是打平 差的0点多 那么在澎湖的话这个陈光复是赢苏昆熊的 大概2点多 3点多 然后云林的话这个李静永赢这个张立善 大概是差不多6.3个百分点 在屏东的部分潘门安营简太郎 大概是17个百分点 在连疆的部分两个国民党 那杨虽生是领先的 金门的部分这个李卧市是领先大概7个百分点 台东的黄建廷大概是领先了7.3个百分点 翁重军跟张花冠 张花冠大概是领先21.39个百分点 嘉义市的陈以珍跟徒景哲 陈以珍大概领先的是0.98个百分点 南投县呢李文忠跟林明珍 林明珍领先了大概10.77个百分点 这个花莲县呢 这个蔡奇塔跟傅昆奇 傅昆奇大概领先的是27.1个百分点 宜兰的邱淑提跟林聪贤 林聪贤大概赢的是14.2% 金龙的谢立功跟林又昌 林又昌领先大概12.52个百分点 来我们在线上的是这个 蔚来世界交易所的耀男 耀男你在线上吗执行长 主持人各听众大家好 你没有被抓走 是没有 那你们还继续做民调 对 还在继续地策配 那你们在过了这个10天的不能调查 不能发布的这个期限之后 你还不继续做吗 我们是用封闭型的进行议测 就是没有公开 OK好 那你看你们这个民调 你觉得你的准确度 你自己认为如何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重大事件的话 因为这个很多盘都已经在半年前 就去固化了 不是最近才能变化 回忆最近有比较变化 大概是台北市跟彰化线 那你们也觉得 跟一般民调预测差别最大的 你觉得最让人家 跌破眼镜是哪里 大概目前看起来 应该是彰化位比较大的问题 OK 我认为不见得 台中应该有机会吧 房间交叉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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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交叉台中